晨光小雨陪伴你走过整本圣经 神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是 《使徒行传》第三章的后半段 从第十一节开始到最后 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要一起来看到 初代教会的布道会 是怎么样招来群众的呢 在初代教会 彼得约翰 他们是怎么样能够招来许多的群众 来听福音呢 我们在教会办活动的时候 特别是布道会 我们都希望能够有很多的 有最多的木道养 能够来听到福音 我们看到在初代教会的时候 一开始就是接二连三的布道会 那我们看到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 那圣灵降临啊 然后他们说起各地方的方言来 就吸引了很多人来 一下子呢 就有三千个人受洗加入教会 那现在呢 我们在看到 彼得跟约翰呢 他们在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 在圣殿的美门 医治了一个瘸腿的 也就是在五旬节之后 教会诞生之后的第一个大神迹的记载 那这个发生了这个神迹之后 接下来又有什么样的事情呢 那个时候呢 看到这个本来瘸腿的乞丐啊 他在所罗门的廊下 那个时候呢 拉着彼得约翰 在那地方又赞美神 又跳又走的 哇 就和大家呢 群众就一起 就蜂涌 到圣殿那边去 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惊讶 那彼得看见了 就看到有这么多的这些百姓 都来到他的面前 显然呢 神就是借着神迹啊 再一次的神迹 把人召聚在 这个彼得跟约翰的面前 这个呢 我们看到跟第一次也是一样 神都是透过神迹 来召聚百姓 那彼得呢 就又一次的把握机会 在第二次的讲道 他就讲道说啊 你们为什么把这个人 瘸腿得意志 觉得很惊奇呢 为什么你看着我们 好像是我们的能力呢 其实啊 是我们的神 亚伯拉罕 以撒亚各的神啊 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 所以是耶稣 他所行的神迹 那这个耶稣呢 本来就是神所立的主 但是呢 你们却把他交在 彼拉多的手里面 而且呢 彼拉多本来是一定要释放他了 你们竟然还是坚持 要杀了耶稣 反而释放一个凶手 所以呢 这个神呢 就确实让耶稣从死里复活 今天我们就是 在为这件事情做见证 要来见证 耶稣真的是主 耶稣真的是从死里复活了 所以呢 今天你们看到的神迹 就是因为我们相信他的名 相信耶稣的名 让这个人呢 他能够健壮 能够得意志 神也借着他的信心 让他在你们众人面前 完全好了 所以呢 彼得就在 讲道的一开始的时候 就回答了 大家心中的大问号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谁 能够有这样子神奇的力量呢 那彼得就跟他们讲说 耶稣是主 是耶稣让他得意志了 接着呢 当然就是呼召他们要回赶了 他说啊 你们呢 当初做这样的事情 杀了耶稣 是因为你们不知 是无知的关系 但是呢 你们要知道 就是 其实呢 耶稣这样子受害 也是众先知 就已经有预言过了 所以呢 这样的事情 可以说是应验了 先知的预言 也就是说 神早就有安排了 所以呢 你们该怎么做呢 你们就应当要悔改呀 让你们的罪就可以 涂抹了 这样子 你们就会从主面前 得到安舒的日子了 神也会让基督再次的来到 那这些呢 都是 这众先知 曾经所预言过的 预言到耶稣还要再来 在末日的时候 摩西的时候 他也做过这样子预言 从撒摩尔以来的众先知 也都预言到 耶稣再来的日子 所以呢 我们要知道 就是我们呢 都是这些先知的子孙 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是要让地上的万族 因我们得福的 所以呢 神要赐福给我们 叫我们回转归向他 所以呢 彼得又再一次的来呼召 他们众人来悔改归向他了 那又是很多的人 又悔改归主了 所以呢 我们就看到 神几次 在初代教会的时候 吸引众人来聆听福音 都是借着神迹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跟耶稣当初传福音的方式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呢 耶稣也是借着神迹奇事 一并赶鬼 来证明所传的道 那到了初代教会 也是同样的模式 那因为福音是有大能的 他不仅是叫我们能够得救 而且呢 是叫人能够经历到 耶稣是主的这个真理 让他们能够 因着耶稣的名 就能够祷告蒙应允 所以当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 不仅要口里宣告耶稣是主 让人们能够明白 而且呢 也要为他们来祷告 让他们也能够经历到 神在他们身上 要显出来的大能 因为我们的神 是又真又火的神 我们在传福音 讲到福音的大能 也要为他们来祷告 叫他们也能够经历神 很多人呢 他们说 我听了很多道理啊 但是还没有办法信主啊 因为他们 其实呢 听了很多 他们现在缺的呢 就是要经历神 所以呢 我们看到在 这个使徒行传 在初代教会 在福音书里面 也都是能够借着祷告 叫人经历神 因此信福音的 我们看到在 不管是在台湾 在中国啊 在他们早期的时候 宣教士呢 他们就是为人祷告 也是有人病得医治啊 然后呢 或者是借着这个 办医院办学校等等 总而言之呢 就是让人经历到神的大能 更重要的是神的爱 福音的真实 这样子呢 他们就能够来认识主了 然后求主帮助我们 在传福音的时候 让人们能够经历到 福音的真实 就是福音的大能 以及神的爱 感谢主 阿们